各位婚姻的乡亲大家好,我是贤心怡 欢迎收看今天十月二十三号礼拜以来的婚姻新闻 婚姻管政府为特社会关怀协会所基办的婚礼一家婚姻班 今天是办理申告店 由二十八位下官作家设计刑金婚电力 关乎六甲处金管制成 这个婚姻班的申告是相当结出 有的人准备生理婚礼跟促失 有已经找到套路 另外也有人在套路 总是婚姻的相关心理 这个婚姻这家婚姻班 今天在到六市一间餐厅基办申告店 由学员来设计基办一条求婚姻 第一个下事的申告 今天是由雲林县政府委托我们 雲林县社会官方现在办理婚礼活动设计 跟会场的一个布置的职讯的成果发表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活动的会场呢 会场的布置都有学员自己 原本就是从一开始的设计啊 像我们都这样设计捏花 整个花去做整个会场布置 还有做很多的作品 很多的作品都是我们自己做 都是跟活动跟婚礼有关系的一个喜气的一个部分的设计 然后呢活动的那个流程呢 都是学员自己讨论的 要怎么去做规划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实务班 这项婚姻整个月跟婚姻保持的婚姻班 是由国府六甲府所辅导基盤的 二十八位学员经过分年后 已经有很多人找到最好的头路 才是准备自己创业 我们雲林县政府劳工处 每一年都办十五班的失业者职业训练 主要是要让这些失业者 有让人学的一技之长 可以随社会有能找到头路 大家今天看到这个成果非常的丰盛 大家要处理 目前这班 目前已经有四个已经要筹组个人的工作室 也有两个已经在网路上 在卖他们的婚姻小屋 然后也有七位已经受到这个婚姻公司的 邀请要去婚姻公司来做 成果相当的丰盛 他第一名成绩结婚的丢家如就表示 参加这个这些婚姻班 让他找到自己的幸福 他准备开工资室自己进行創业 来参加这个学习班感受很多 就是有兴趣才学习 刚好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参加 我就想说那有机会了可以的话 我更认真地学习去发展我自己的工作室 在这条结婚地底中 特别要签两对 结婚超过五十年的婚姻 来接受大家的职合 平时退回到早年 完全不一样的结婚丁礼 记者 宜平尉 插王博德 在刚刚刚呈好了 他们都没有办法 我对不起 你 那不是